开17万公里的特斯拉老韭菜 来看看那这节N7有什么差别吧 进入该日叔叔的网站 到下方加入N7LINE讨论群 对N7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加入讨论吧 前车头简洁 日行灯在上方 开在路上蛮显眼的 有前车厢需手动开启 打开方式像传统油车 还得用杆子顶着 虽然空间不大 但油总比没有好 雨刷水在前方 站一个 贯穿式尾灯很漂亮 电动尾门很方便 可是这两个要130万的车型才有 百万车型什么小都没有 QQ 后侧箱空间大 后座能全打平 下方有一个小置物空间 充电盖手动打开 充电头是CCS1 有两个保护塞 轮边只有扶手是皮革 其他都是塑胶 内装也是大量的塑胶 正负架子有电动座椅 有背架但不能移动 扶手箱空间蛮深 下方有置物空间 但空间太小不知道能放啥 有两个USB跟无线充电 一个12V 无线充电竟然在这么魔幻的地方 我就问是谁想出来的 有仪表板 但方向盘太低会挡住 方向盘按键很多 但设计过于老派 钥匙有实体跟卡片两种 卡片解锁也在一个很魔幻的地方 中控萤幕是15.6吋 但是直立屏 有无线Apple CarPlay跟EnjoyO头 导航显示很大 但字体太小 环境显示很清楚 这点好评 系统只有中文 希望后期OTA会有更多功能 不能看YouTube等串流语音 真是浪费这个大萤幕了 后座有三个半拳头 有后出风口 带两个Type-C 后阅读灯很亮 后座有扶手 前景天窗看起来很舒服 边边做工真的要再加强 看看这缝隙 我以为又多了一个收纳空间 我是盖瑞叔叔 关注我了解电动车更多知识